小伙败光家产四百万整容 只为把自己变成超人 甚至连眼睛也注射了蓝色药水 至于到底像不像超人 咱不知道 反正整的连他老妈都认不出来了 他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穿着超人紧身衣炸肩 回头率不说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九十九也是有的 虽然在别人眼里 他就是只二笔铅笔 但是他丝毫不拒 因为这就是他的梦想 他认为自己就是天选之子 就是当超人的料 只要有时间 他就会在街上游走 就为了在路人面前露一两手 当看到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他就自信心爆棚 像身体里的超人细胞被激活了一样 就差那么一点 就原地起飞 别看他现在外表光鲜亮丽 其实全身上下满满都是人工雕琢 超过二百次的整容 让他没有一块自流地 就靠打罗斯做散工勉强生活 只要兜里有点积蓄 就赶紧到医院整容 从十五岁到三十四岁 他要么在整容 要么就在去整容医院的路上 即使如此也不是很满意 他表示有了钱还会继续 有这些钱 讨个老婆他不香吗 目前 小伙自己经营了一家服装店 另外还有一个超人的收藏馆 据说是吉尼斯认证过的 最大的超人收藏馆了 生意怎样 咱不知道 自己开心就好 小编以为 坚持自己的梦想无可厚非 但是什么都有个度 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而迷失自己 要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不要为了不切实际的梦想 而付出太多代价 大家以为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